而你乘散涌我入怀中 一字一句誓言多深重 你眼中有柔情千重 如默默春风 冰雪也笑容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美妆博主POPPY2 那这一期我要教大家的是什么呢 这一期我就要教大家自己在家整骨头 那在以前呢整骨头这样的专业事情 大家一般会去医院 最少也是整型医院做对不对 但是随着时代进步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麻烦 很多事情在家稍微动动手 就可以自己DIY 比如说女孩子呢常常不因为自己的身体比较宽 而穿不进小马的衣服 那知道穿零号的衣服才是我们的梦想了 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美妆博主 怎么能不会整骨头呢 所以我今天就来教大家 如何跟我一起在家整骨头 好比如说我们的肩肩膀太宽 这样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切的窄一些 这样才教小可爱 首先呢 从骨头的第一步 就是拿出一把小刀 因为要做一个皮肤的切开工作 那我们今天呢拿的是这把 看好了吗 这把 哦这把从骨带穿过来的大宝剑 你们早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记清它的名字哦 大宝剑 那现在我们就打开这把小刀 然后呢 对准自己要切骨头的位置就这样一切 就好了 切开皮肤之后 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对 就是切骨头 在切骨头之前 大家要注意哦 千万不要直接去切哦 这样很危险的 虽然在家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呢 就是呢 你要先 比如说胳膊这边的骨头 它是不需要切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先 把胳膊这边的骨头取掉 用到一个什么工具呢 就是这个 背胶 看到吗 就是这个 这个超贵的 嗯 你要认识也认识巴黎代沟 可以去问一问他哦 我这个是限量版 现在就用这个东西 你看 记住哦 是这一面 一定要是这一面 记住是这一面 圆圆的很可爱呢 用这一面对准自己两个骨头的交接处 对 放松 放松 动 其他不需要切的骨头已经分开了 可以切这边了 切这边我们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一定记住哦 一定要 不可以和刚才用同一把工具哦 这样会弄脏 会有污染 那作为一个专业的美妆博主 是不会教你们这样做的 所以现在要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看 这一把 哦 它的型号在这边 我不懂怎么念 因为我不太懂法文 然后麻烦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对焦 这个大概是来源于瑞士的一把开山刀 然后对着你的骨头 咔 切完了 这时候你就变窄了 对不对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就完了哦 我们需要有一个抚平定装的步骤 那定装的步骤如何来做呢 就是要找一把针 大家肯定会想 我们日常的针 它会很 骨头很腻 用日常的针来粉 它会就是 这骨头它会定不住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专门的工具 很坚硬的一把针 这个 你看它的头 不是那种十字或者B字的哦 我这是一个针 很坚的 有没有 一定要记住哦 要这一款 好 就用这把针 这样子 把骨头就 印在一起 这样它自己就有一个生长的空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该包扎 包扎用到的是什么呢 像给之前几个工具呢 包扎的工具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门口 便利店就有 但我推荐大家 去买好一点的品牌 像我这个呢 就是这个品牌 看到吗 看到吗 对焦 对 就是这个品牌 然后呢 用它打开一起 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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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概 这几个步骤经过之后呢 我们的骨头就接好了 然后顺便呢 你的衣服就能小一码哦 所以 大家不要感谢我啦 我也是和好姐妹一起分享的呢 再拿你们当姐妹 那好 今天的美妆博主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咯 再见 爱你们 啊 啊 啊 大家千万不要当真 这一切都是放屁 不会有人当真吧 千万不要拿刀砍自己 不要拿螺丝刀转自己 千万不要 刚才说的一切 仅供娱乐 千万不要当真 谢谢大家 我是你们的美妆博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啪比将真的是一个 即美貌与才华医生的名字 它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才华 每一个举动都透露着美 聪明锐剧 千变辣花 大家千万不要关注它 因为你一旦关注了它 会全场笑得痘着疼 入了这个坑 从此以后 你会疯狂的爱上它 并且无法自拔 我们上次参加手 这个很好吃 沙发 我们下一次 走的 火锅 在家里面 连桥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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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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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投币 多留言 多点赞 多关注 多收藏 谢谢 对于Croke这款海绵蛋 我想大家一定已经不陌生了 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太多次 有无数博主测评它 为它开销 那么本期内容呢 就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抢不到这款美妆蛋 如何抚慰受伤的心灵 首先你需要缴一张白纸 在上面画出这个图案 然后呢 画好这个图案以后 下面我们就来 假装开箱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海绵蛋这里 这里就是这里 有一个黑莲花的 贴纸 我们怎么打开它呢 它一定非常难抠 所以我们选择把它剪开 好 剪开以后呢 你就得到了这样 一组美妆蛋 这组美妆蛋的特色呢 就是一个硬 一个软 下面呢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这两个美妆蛋 粘连的非常紧密 我们该如何把它们分开呢 这样 跟我学 分开了 如果细心的朋友们一定发现了 黑色的海绵蛋上面 粘连了一些红色的海绵蛋的痕迹 那么不要紧 并不影响我们的使用 这组美妆蛋 从盒子里拿出来的 第一感觉 给我的就是 它的尺寸真的非常的奇怪 这么大 这么大的美妆蛋 我觉得我很难用到啊 因为我一般用的美妆蛋 我给大家进行一个对比 是这么大 那我给大家看看 我平时经常用的另一款美妆蛋 我平时都是用这么大 或者这么大的美妆蛋的 一时之间真的非常难接受 首先 我们把这两个海绵蛋浸湿 好 现在我们就得到两个湿的海绵蛋 下面 我们用它来 粘取粉底液 先来试试这个 很软的 红色美妆蛋 看看弹心 很软 对 下面拿出我们的粉底液 大家千万不要跟我学 因为我这一瓶非常的贵 看一看对焦 不对不要紧 这瓶是 阿妈咪&Mac 好 我们打开 挤到这个海绵蛋上 对就这样 挤好了 然后把它用手指稍微点开 海绵蛋上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用它来上粉底 在我脸上的感觉呢 就不是 这个海绵蛋是不怎么吸粉啦 然后呢 拍起来的手感非常轻柔 就像一张纸服过你的脸庞 那下面 我们再来试一试这款 黑色的海绵蛋 拿出我们的Mac Amami 挤在海绵蛋上 对 在手背上拍云 然后 就这样哦 轻拍自己的脸颊 我们可以看到 黑色海绵蛋 遮瑕度就会比较高 你看我这边 遮瑕度非常的高 那纵向对比完呢 我觉得这两款 都是非常不错的海绵蛋 我不会告诉你们 我是因为没抢到 这款海绵蛋 没想到 就连咸鱼上 一百块钱一盒 都已经收不到了呢 所以我带自己画的 你们这群 有海绵蛋的小表子 大家看 哭完以后并不花妆的哦 用这块海绵蛋上的妆 就是这么完美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关注我的微博 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 是湿 百牙 天护长生 颜值高 皮肤好 身材棒 年少多金 还事业有成 大家千万不要关注她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 她会让像我这种老阿姨 惭愧的想死 关注她干嘛 有力量吗 有刺激吗 现在自己有多么没用吗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暴走痛事件 近期呀 我看到有弹幕还在说 声音小啊 变声听不清啊 光不稳定了 画面不清晰啊 其实之前我已经解释过了 看来很有必要正式的说一下 一 我没有变声只是加速了而已 只要稍微十点进 都是可以轻轻的 二 声音小是吧 在您的手机和电脑上 都有一个按键 名字叫做音量键 按加号 对 不停 一直按 声音就大了 要是还嫌小 建议接个音箱 要是还不行 建议滔滔而始 再不行 就只能去医院了 三 关于画质的问题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B站上头啊 只允许上传 四个G大小的视频 括号 分批也不行 我录出来的大小 都在二十多个G 只能压缩到四G以内 我也很苦恼 如果哪类人凶能让悲战上团四十G以内的 画质就清晰了 感激不尽啊 哦 对了 我要是只拍五分钟 画质也可以很清晰 BUT 请拖载一下进度桥看看啊 四 光线不稳定 兄台 在下用的光 大多数时候取自于太阳 具有一些不稳定性 我也想让太阳听我话 别乱动 然并暖 如果阁下有好的办法 让太阳乖乖的不动 我会虚心向您讨教 好了 这就是这期暴走兔事件 本期节目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兔尼玛 咱们下期再见 暴走漫画 王尼玛 大头痛 啤酒肚 公鸭嗓 被人亲切的称为 大头死恋态 他嬉笑间饱含着正义 幽默中又透露着睿智 是一个三观奇正无比的 现代大侠 大家千万不要关注他 因为关注了他以后 会怀疑人生 会三观敬会 会一种全新的目光 审视你所身处的社会 敬坛神仙佛道 奇闻鬼怪魔妖 感谢缘分 能够继续与网友分享 兔里鬼怪还好吧 我是兔壮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 是发生在我个人身上 一个非常真实的一次经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每个人都很有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啊 什么情况呢 就是做梦 梦见鬼压床 大家有过吗 我自己的这个真实的鬼压床的经历啊 是这样的 几年前的一天晚上 正好啊 那天就是咱们这个中原节 它还不是普通的一天 中原节呢 就是咱们民间俗称的这个鬼节 那天晚上呢 我老公正好去出差了 是不是听起来一个恐怖故事的开头就具备了 然后当晚呢 我就一个人正常入睡了 入睡以后啊 就是在我 呃 意识还没有完全进入梦乡的时候啊 我感觉我已经不是醒着了 但也没有熟睡的这么一个阶段啊 我感觉我好像后背 被什么东西压住啊 动不了了 我想完了 这该怎么办啊 我就使劲挣扎 使劲挣扎 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呢 我就想啊 咱们以前不是看到过一些 口口相传的啊 微信朋友圈里发的 就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骂他 对不对 你说脏话 把他骂走 我呢 也想到了这个方法 我就想骂他 使尽全身力气 却说不出来一句话 我就在这种又惊恐又害怕的情绪中 睡着了 当然啊 这一夜睡的也是非常的不好 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起来 一切没有什么一样 然后呢 第二天晚上 又到睡觉的时候 我呢 就有一点担心 所以啊 因为我前一天晚上 我是趴着睡的 所以后背感觉压得慌 那我想今天晚上 我躺着睡 后背总压不着了吧 于是呢 我就成一个大字 平躺在床上 又到了这种半梦半醒的时候 惊人的一梦发生了 胸口闷 感觉什么东西死死的压住自己 一动也不能动啊 我就在那边 啊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目的很惊恐 头上都有汗珠 但是我呢 也醒不过来 也睡不着 还是喊不了 动不了 一连几天晚上啊 都是这种情况 这时候呢 哎 我老公回家了 我就把这些事情干忙了 全部都告诉给我老公 我老公听完以后呢 也是很对我担心 又有一些不解 又有一些担忧 我们俩就商量好 我说这样 今天晚上呢 我先睡 你呢 先别睡 你看着我睡 之后呢 如果 如果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是怎么样的 哎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吧 然后一看情况不对 我自己醒不来 那你就是费尽全力把我叫醒 好 我们就制定了这样一个方案 然后当天晚上呢 我就相对踏实一点的睡了 很快啊 又进入了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然后呢 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后背 有东西压着 动不了 说不出话 然后正当我害怕的时候呢 突然 我老公急促的摇晃我 把我给晃醒了 起来以后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怎么了 叫醒我干嘛 我老公说 你呢 梦眼了 然后呢 呃 我不仅这次把你叫醒了 我还找到了呀 你这个梦眼的原因 我一听啊 又害怕 我就想知道 我想摆 想知道呢 是我想摆脱这种情况 害怕 我又害怕是一些 梦游啊 什么很 就是附身啊 这种很害怕的状况 然后我老公说 没事 你别怕 我告诉你啊 你一连几天 有这种鬼丫头梦眼的原因 就在这里 中国鬼怪排行榜 壮哥让我知道了 什么才叫阅历 让我知道了什么叫 博览群书 宝读诗书 博文强制 他谈笑间 就像朋友间面对面喝茶这样的功夫 就让你跃进天下事 从中国到外国 从古代到现代 从外太空到本星球 聊聊几句话 深入浅出 带你领略一个未知的世界 让你知道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颠覆你的常规认知 大家千万不要关注他 因为和壮哥的人生阅历相比 你会发现自己 好像买火的一场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蜜子兔 那今天我们要吃的呢 就是我家附近 我认为好吃的一家外卖 在这个东西交加的夜晚 能吃到热乎乎的 拍作员做来的美食 真的是超好 然后呢 我自己觉得害怕他们口味不够重 我自己又加了一份火鸡面 这个不是一般的火鸡面哦 我有把包装带特别留下 是这个火鸡核蛋面 它这边有专门写两倍辣 然后我现在就来往里面粘料 它这个粘料包跟火鸡面是一模一样的 据说这个酱料是双倍辣的 但是它的重量跟火鸡面是一样的 已经有香气了 嗯 火鸡面入口是酸甜 比较甜的 这个入口就有一些辣味了 后阵呢 确实比火鸡面猛 但至于有没有两倍 我现在还感觉不到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我今天还点了什么 我旁边的这个 是我点的一个面疙瘩汤 三鲜面疙瘩汤 啊 好重的 它里面就是有这样 一个一个这种条状的 有点像年糕一样的 是面疙瘩 我来尝一好 嗯 这个就比较清淡 然后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特别适合配着火鸡面吃 然后这份呢 跟这家是同一家点的 这是一份砂锅 我要的也是三鲜砂锅 因为天气冷了 我想喝一点这种热汤 我来尝尝它里面有这种豆腐果 还有油菜 还有豆芽 因为我要的是三鲜的 嗯 这家砂锅味道很不错 然后面前这一大些呢 这五盘 都是我从这家点的烧烤 来给大家看看 我从这家点了什么烧烤 首先我要尝一尝这个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爱吃 这是羊腰子 带油的 羊腰子它外面的这个肥油 不会很腻 我自己是特别爱吃 我来尝一尝这家的好不好吃 有点凉了 它的表面有点变干掉 但是很香 尤其是那个油 进到嘴里慢慢嚼 很香 真的非常的香 我来再喝一口砂锅的汤 然后呢 这是一份汤烤猪腩 它是这种麻辣的 里面有点像火锅料的这种 然后里面是猪腩 我来尝尝看 嗯 我做一碗火鸡面就对了 因为这个猪腩是那种甜辣味的 然后面前这盘肉还有这个培根煎五花肉 还有这种羊肉串 据说他们都是从这家都是从内蒙古进来的羊肉 还有这个烤五花肉 还有这个鸡腿 还有鸡翅 顺带那些都是羊肉串 然后这个里面有韭菜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吃烤的时候爱点什么呀 韭菜 四季豆 青椒 大蒜 就是这种蒜头 还有烤面筋 我超级爱吃 这只点了五个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豆制品 这种素鸡 还有面筋 土豆片 还有菜花 给你大家这个烤花菜 双炒特别好吃 然后这一盘是有点的 有六块这个黄金糕 它看起来的纹路就很像菠萝 然后吃起来是那种奶香还有椰香的特别好吃 然后它咬起来的这个距离 是那种Q弹Q弹的 这一盘就是主食区 里面有馒头 玉米 一整个玉米 牛板筋 还有一个猪腰 还有一个热口肠 然后呢 这有一份粉丝是下到这个砂锅里去的 我觉得它分开着特别好 这样粉丝就不会太烂掉 然后这是一份双皮奶 这家店里面经常要排队的 加外卖真的就特别好 据说很正宫 是那种顺德风味的双皮奶 我来尝一尝 看着就很诱人 特别细腻 然后它的质地是有一点粘稠的这种质地 不是那种动作或者说是很稀的 这份也是 我要了一份应该是我要的感觉 咖喱鱼蛋 看七龙猪 咖喱鱼蛋 然后我们来尝一尝 在我印象中是很好吃的 刚数错了 现在才是七龙猪 吃到嘴里特别弹呀 Q弹Q弹的 然后还有这样一份 应该是我点的牛奶黑芝麻汤圆 先喝一口这个牛奶 嗯 里面也是有几个龙猪 来尝一尝 它里面的那个馅料 特别的香 我现在汤圆都咽下吃了 舌头上还弹成的那个特别香的味道 然后它这个芝麻的外面包的那个糯米也是薄厚正好 太薄的我也不太爱吃 下菜都会很甜 然后太厚的呢 没有下又不好吃 这个就是正好 然后最后没有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一份红豆沙 大家觉得我的搭配怎么样了 再尝尝 嗯 它这个红豆沙不属于特别稀的 属于有点粘稠的这种 冰冰的 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吃吧 大卫王蜜子军 长得没人家好看 吃的还没人家多 关键是人家吃完还不长胖 而我呢 喝凉水都长肉 所以啊 关注它干嘛 显得自己 入场狗猫 还是想要 自觉生路 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兔里 这是我第一次点个压度视频 继续这样子 嗯 怎么样 我吃 它肚子怎么样 对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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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用一个 带 两 出,一定要很辛苦 有个化妆品我的一天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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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好 开始拆箱 现在有请我们这一期的嘉宾 圣诞老人,大家好 太小,吃萝卜丁的醋 大家千万不要关注她 因为她并没有什么好值得关注的啊 哈哈哈 如果你非要让我说一个关注她的理由 那就是 关注她的女孩子 每天要不厌其烦的面对 无数高不帅的真心表白 关注她的男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帅 每天都要费尽心思的躲避一群丧心病狂的白不美 对你的疯狂追求 关注她的所有人 家庭和睦 事业 顺心 数钱数到小抽屉 哈哈哈 看你们 大家看到这里 想必已经看出来了 我就是一个标题党 哈哈哈 没错 今天模仿的这些都是我自己最爱的UP主 每一个博主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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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优秀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我想用这个视频表达一下我对他们的崇重之情 也想借这个视频通过我拙劣的表演 为你们送去欢乐 要你们能够喜欢